音樂 各位遊客大家好 歡迎來到雪霸國家公園雪劍油氣區 我是解說員陳嘉鴻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雪劍油氣區的森林裡 雪劍的海拔大約1900公尺左右 那在這裡除了冬季 可以欣賞到富滿海矮白雪的雪山聖寧縣 這也是它名稱雪劍的由來 那另外一個特色呢 就是在這自然度頗高的環境之下 也孕育出了許多不同類型的野生動物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就是特別針對其中一群小動物所設計 讓牠們可以住在裡面的小房子 蝙蝠屋 蝙蝠是屬於一手木的哺乳動物 牠們的作息時間是咒服夜出 跟我們剛好相反 所以我們比較難見到牠們 若以本島來說 目前共發現約有32種蝙蝠 那我們從97年至今 在雪尖油漆區的調查 共紀錄到有22種之多 佔了本島的70% 那這也是國內目前已知報告中 單一地點蝙蝠物種數最多的地方 那蝙蝠在各類生態系中 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比如說食果性蝙蝠 它具有傳花獸粉、散播種子的能力 那食衝性蝙蝠 它也有抑制昆蟲數量的功能等等 在歐美國家 森林中蝙蝠物種的多樣性 是被用來當作評估一個森林生態系 是否健康的指標之一 所以雪鑑這裡有這麼多的蝙蝠種類顯示 我們這邊的森林生態系 是非常健康而完整的 而我們為了提供 雪鑑地區的蝙蝠們 有更多棲息場所的選擇 從97年開始 我們在森林裡面架設了許多小型的蝙蝠潮箱 這些潮箱開口朝下 裡頭有四個隔間 在開口的下方 我們更設計了供蝙蝠降落時攀附置用的降落板 在這幾年的監測發現 一共有台灣管鼻符、肌管鼻符、台灣長耳符跟山蝦符會齊齊利用 另外因為雪鑑地區的氣候潮濕 而潮箱又提供了隱蔽又濕潤的空間 所以我們更發現就連平常在樹上活動的愛飾書 都偶爾會進來棲息 因為這些小型蝙蝠潮箱構造都一樣 所以我們在98年年底的時候 另外又設計了一座結合不同空間規劃 目前為止也是國內最大的大型蝙蝠屋 就是我身後這一座 裡頭包含有百葉窗式 還有垂直隔板 以及屋頂中空閣樓等多種不同設計 我們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不同棲息種類的蝙蝠前來棲息 另外在蝙蝠屋裡面 我們另外加裝了紅外線即時影像監視系統 讓大家可以在家裡透過網路 就知道有沒有蝙蝠住進來喔 有了小型蝙蝠潮箱 幾種蝙蝠入住的成果 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在我身後的這座大型蝙蝠屋 也可以吸引更多不同種類的蝙蝠前來棲息 所以當我們到雪見 經過了棲林裡面這些蝙蝠潮箱的時候 記得要放低音量 這樣不僅可以聽到棲林裡面 各種動物發出來的聲音呢 也可以不打擾到正在潮箱裡面熟悉的蝙蝠們喔